调用你之前定义好的configure map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看看 看这个configure map具体的细节 首先它的内容也是存储在etcd里边的 虽然说它数据比较长 但是它也可以直接存到我们的etcd数据库里边 然后再就是什么呢 这个有点类似于mysicle mysicle里边一般情况下我们存储的数据 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短的数据是吧 实际上你mysicle里边也可以存储比较长的数据 你就不知道mysicle的数据类型里边有一种类型叫做text 我们数据是不是有int类型 还有那个美与类型 还有那个美与类型 美与 对美与 然后 其实里边还有一个text的类型 text的类型 text类型存储的数据就比较长 存储数据一般都比较长 可以存储大片的数据 你甚至可以把一篇文章存进去 有很多人是往这边存大片的文章 但是有专门符合存储文章的这种数据库 就是存储大片的这种 自不串的 因为MySQL实在是不是特别合适 用什么合适呢 用MongoDB 咱们不是MongoDB 是MongoDB 应该是MongoDB 反正是一种非关系数据库 然后这种非关系数据库 专门用来存储的 我们查一下吧 这个东西你知道的话 定点坏处没有 而且应该是我们知道的 需要我们知道的东西了 接着说咱们那个configure map 我们说那个configure map 它和这个secret还有其他的区别 刚才我给大家说的区别呢 刚才我给大家说的区别是 一个存储短的一个存储长的是不是 然后还有区别 configure map 它不像我们的secret一样需要加密 不需要加密 然后用法的话几乎和咱们这个secret是一样的 就是你先去创建一个configure map 创建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调用了 就这么个意思 好 好 这个创建有四种 有四种创建方式 四种 第一种直接在命令行里边 指定cafe guard map的参数 就这个 刚刚from 这单词念 lateral lateral 这单词我还真不认识 lateral lateral Glit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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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ro Listro 就是 OK 然后后边呢 跟上 这个不是跟上了 这是结果 这是结果 直接到这 这是命令 这命令 这下边是结果 对 这是命令行方式的 命令行方式的 我们直接创建一个 看看 Map Configure Map 好 然后 看看from 这是数据 数据 数据的话 比如说这款 我们存个用户名 密码吧 人家能存长的 是不是也能存短的 没说这个东西 非得存长的东西 Dbhost Dbhost 我不叫Dbhost 我叫Dbuser Dbuser Dbuser 这个Dbuser是什么东西呢 Dbuser是找美药 然后后边又来了一个 Dbpars Dbpars是 233 233 羊羊 为什么现在羊羊 就这 有问题 这个 下滑线竟然在这里边不适用 一般的地方推荐这种下滑线的方式 刚才是这个下滑线有问题 你看他这个提示看起来挺吓人 是不是 刚才说 他说这个东西 意识 invalu的 原数据 内模 invalu的value 这个名字无效 是不是 他说必须 必须是小写的字符 横杠或者是点 然后必须以 必须以字符串开头 字符开头 然后不能使用什么开头 不能使用这个其他字符开头 就是他有他的语法规则 也可以使用正则表 他试他这里边进来 像这种提示 像这种提示 你以后到了公司里边碰的多了 你最好碰见这种提示之后 你就把它复制粘贴下来 然后找出那里边不认识的单词 你就单独的记一下 不然的话 你想想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单词 看得那么通透的 就是一看见他 立马就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 能做到这个吗 起码一年之后 或者两年之后 你能做到就行 两年放一翻一千三 我们如果想看你已经创建好的 所有的config map 你就直接来getconfig map 然后这里边像这么多 这么多 这全都是之前创建的config map 然后如果你想看我们刚才创建的config map 那就单独的看他 如果你想看详细的 你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description 第二种 你可以搞yaml 这 对他这一块就是你 你现在这个config map携带的数据 这是他的名字 所带的名称空间 然后他所携带的数据 这一块就是数据和名字比较重要 数据和名字比较重要 因为你创建好了之后 到时候我们要去调用他 是不是调用他的名字 那调用他你得先看里边存在什么数据啊 好 然后这个数据也是以建制队的方式来存储的 也是存储到数据库里边 好 然后 接下来 另外一种创建方式啊 另外一种创建方式啊 还是跟昨天一样 先创建 先看怎么创建各种创建方法啊 然后再调用 再调用 我们这回这个 我们这回这个数据就多了点了 通过指定文件创建 我们这边 随便起一个名字 这个文件的名字 不一定是这个哈 文件的名字不一定是这个 哎呀 数学 100分 哇了个去啊 这么牛逼啊 昨天上次那是鱼儿 果然又是双百 完了完了 这得买128的了 他们那个他们的一个班100来号人 得双百的 哎 我估计这回比较比较牛逼 得单百的有那么每次有那么个十来个人 得双百的很少 可能是第一名 双百好像就是第一名是吧 没有再高了 小男朋友 我看你现在 我家我家小孩长得太亮了 现在 现在那个之前 我 我小孩 说 他们班一个男生老想亲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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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不说那个了 不说那个了 先说这样啊 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是 定先定义了一个文件 先定义了一个文件 然后 这边 看这边 看这边内容哈 一堆 类似于变量的东西 一堆类似于变量的东西 然后下边呢 下边我们是只使用 调用文件的方式去调用上边这个文件 调用文件的方式哈 调用上边这个文件 你创建完之后 你看你携带的数据 全部都是 是不是刚才你上边那个文件里边携带的数据 啊 我们之前是什么哈 之前是 就是一丁点数据 你现在这个数据就比较多了 而且你看 这个数据明显就是 买色口的配着文件吧 是吧 明显就是买色口配着文件 我们创建一下吧 不一定是这个名字随便写一个 APP properties什么意思 这个6G知道吧 所有物财产不动产 APP的不动产 这个只能议会不能言传这种 APP的不动产 就是APP的配着文件 APP的所有物 这应该是翻译成所有物哈 但是你翻译成所有物 这个太能听了是吧 就是给APP的东西 给APP的东西 我们那个 我们就写成给买色口的东西 啊 好 然后进来之后 这里边数据 随便写哈 里边数据随便写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保存完之后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创建了 刚才你定义的那个文件 你创建的那个configure map的名字 也可以随便写 我可以随便写 很飞 干 妈 不 然后这个文件的名字是买色口 我可以这就穿好了 穿好了之后跟之前一个意思 去查看 盖的 跟飞干 卖 然后 我直接查看详细信息吧 你直接查看详细信息 你可以直接这么把这个一复制粘贴 然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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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样 我自己写的的时候我就 我就写成带空杆的 我复制粘贴的时候我直接就这样 我就不改它了 懂这意思吧 所以 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查看 可以自个决定哈 无所谓 现在 现在这个 configure map的名字 configure map -o 然后它的 内容呢 就是data数据 数据里边 文件的名称 文件的名称 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符号 你经常在配置某些应用的时候 会发现这种东西 这边有一个竖线 这个出现在你的部署文档里边的时候 经常会 被某些人 就是删掉 就感觉像写错了一样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比如像那天 我部署这个 托罗米修斯的时候 托罗米修斯 然后他也有配置文件 这个就是这个配置文件 这是一个很长的配置文件 怎么个意思啊 就是我们的托罗米修斯呢 他本身的监控需要定义 他说你要监控什么资源 你要监控什么东西 都得在他的监控配置文件里边定义好 这个是托罗米修斯自己的配置文件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托罗米修斯啊 直接部署到K8S集群里边 就是把它部署成我们K8S集群里边的一个应用 然后再来去反过反过头来去监控K8S自己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监控K8S集群里边的应用啊 你要是光为了监控K8S自己 一旦你K8S坏了之后 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是不是 怎么着 反应不过来啊 我再说一遍啊 K8S是用来 是用来监控K8 这个托罗米修斯是用来监控K8S集群的 是不是 我们现在的部署方式呢 是很多人愿意 就是很多人这个 呃 想去做的一种方式 是直接在K8S集群里边 去部署托罗米修斯 就是把托罗米修斯当成K8S集群的里边的一个应用 来部署 但是呢 这个托罗米修斯本身就是用来监控K8S集群的 当然他不光可以监控K8S集群本身 他可以监控K8S集群里边所有的应用 只要你想让他监控的他都能监控 现在问题就来了 他监控Prom 监控K8S集群里边的其他应用没有问题 那如果这个 你像你让他监控这个K8S集群本身 这个集群都出问题了 他是不是也会出问题 他只是K8S里边的应用啊 是不是 就这意思啊 就是你你让一个让保安常住这个大楼里边 他监控的大楼里边的一切安全事件 安全漏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如果这个大楼塌了 他还能监控这个大楼自己吗 是不是给砸死了 就这一个意思嘛 所以那个Promicius啊 不一定是部署在K8S集群里边 只不过你把Promicius部署在K8S集群里边 显得高大上而已啊 真的 就是显得高大上而已 啊 就是感觉比较酷 但实际上 官方提供了两种方式哈 第一种方式 直接部署到任何一个node的节点上 或者是任何一个专门的监控节点上 就是一个物理机上 部署方式也特别简单 这个就类似于 类似于很多人 把这个什么 把Hadoop这种东西 部署在K8S集群里边 一个道理 Hadoop这种东西 绝对是用物理机比较舒服 比较方便 比较爽 还比较性能高 现在K8S出来了 这些人是什么都往K8S这边放 那K8S要坏了呢 是不是啊 而且部署的难度 上升的不是一点半点 你就比如说在 在咱们的这个 普通的物理机上 部署 部署 Pro米修斯 那就是把包下载下来之后 这个直接 直接改载配置文件 把命令一运行就完事了 你看 你看我这 下载最新版 解压 拷贝 这是就是拷贝大餐的安装目录下 是吧 拷贝完了之后启动 你看 搜一类 是不是啊 就能用了 多简单啊 但是你要部署到K8S机群里边 那就不一样了 而且N多的配置文件 你要写特别特别长的压末文件 你要写特别特别长的压末文件 这个压末文件好长 这原来是一整个压末文件 我给他分开了 我给他分开了 到这 这一共是四个压末文件 真的好麻烦 不过你们用我的文档不麻烦 你们用我的文档只需要复制沾填 复制沾填 复制沾填 我这 我是亲自测完了的 你不废话吗 亲自测完了呢 写的 这东西不是我一条一条写的 必然是官方给的呀 谁会一条一条写这个 官方给的 最终的最终结果 你看这 相当漂亮 这是这个数据展示页面 这个昨天给大家看过 你们家的那个监控屏 监控屏幕是用笔记本监控吗 必然是放个这么大的大屏幕啊 哪个公司没有监控大屏啊 啊 当然你们小公司可能没有 你现在这种监控大屏都上百寸的几百寸的那种监控大屏 都用这个也没有太贵 对于一个公司来讲一两万块钱的东西 那根本就不是东西 是吧 你看你Zabix 你Zabix里边那么多图 你用电脑能显示多大的东西啊 是不是 肯定要放到监控 投影 投到监控大屏上 所以这字体小啊 这字体小是 对 不是什么大事 行 这个后边再说 哎 刚才给你看了啊 我这里边就配了一个KFG map 那这个KFG map 类型是KFG map是吧 啊 名字 这个KFG map的名字是什么 名称空间是什么 然后你看他的数据 费他 数据 数据 这个 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 你看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那个配置文件的名称 配置文件的名称 然后冒号 冒号后边是一个空杆 一个竖线 一个空杆 一个竖线 这个竖线 很多人 哎 觉得这怎么有一个竖线啊 是不是写错了 啪 声了 好 我给大家看这个 就是这个意思 你千万不要多此一句啊 啊 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竖线 你刚才 咱们在这看看 你看这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竖线 这个竖线就是你 那个管道服那个竖线 懂这意思吧 当然是英文的啊 英文的管道服那个竖线 从这个竖线往后 后边所有的东西 啊 都是这个配置文件的 内容 都是这个配置文件的内容 当然他他本身只是一个 是你调用的这个文件的名称 而且我像我刚才这个 Promicius的配置方式啊 是直接创建一个 压谋文件 直接把这些东西写到我们的 写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里边 这个压谋配置文件里边 然后这边这种方式呢 是我们先创建好这个 文件本身是吧 还有他的内容 然后再用命令的方式去创建 两种方式没什么太大区别哈 两种方式没什么太大区别 你看这个配置文件老长 从哪开始 从从这开始 特别长 非常容易出错 你随便改点东西你就挂 所以那鼠标别 尤其是有同学的机器比较卡 你在配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慢着点点点一下都别点了 知道吧 有同学他点不动 卡着他还要使劲点 哎呦 就会那个 啊他那个 有的人那个 有的人 对这个汽车并不是特别了解 然后他那个电打会 他按一下就行了是吧 然后有的人呢 我没听听 什么叫摇板 我必须见过 我还摇过个 我还开过 我把那个转出来摇 行了不说这个啊 这是这种方式 刚才你也看到了啊 这个这种方式的这个 configure呢 会创建一个建值字 这个k 就是文件名 就是你的文件名 会当做建值对 然后value呢 就是你文件的内容 啊 如果你要是不想让你 k的名字 是你这个文件的名字 你可以单独的给你文件 指定名字 可以单独的给你文件 指定名字 先写文件的名字 再来一个等号 再写你文件的位置 先写你k的名字哈 完了 他去了 什么意思啊 没有 早说有 先不管他 上课 不管不管 因为下午就业老师 还可能要上 上次是没给大家上完就业课 是吧 因为老师还可能下午 还给大家上就业课 赶紧讲点东西 这个比较重要 能手机满公开吧 哈哈 没有的 你要买那个库大局 不知道 你怎么说 你放在底价 做什么 哎 算了 他这一家里面是 XS吧 没有 XS 你有 你有渠道啊 不是 谁给我说 谁说给我看看底价 他就 他就一说 你要问 谁 有人有渠道 你有吗 下课详谈 还有啊 还有海外代购 了解一下 马来西亚代购 靠谱吗 小 我里边不是这一种换了 我里边不是这一种换了 不一定买 不一定买 因为他想买这个 就是看中他那个分器 没有利息的分器 先不管他 看下面一个 指定目录 指定目录 我现在 我现在有一个目录叫肯飞盖的 里边有两个文件 肯飞盖一肯飞盖二 两个文件 然后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可以直接指定目录名称 选项是一样的 还是from fill 跟上面那个选项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可以直接指定目录而已 而且你这种方式创建的 创建的数据 里边直接是携带两个k的 看到没有 一个date里边携带两个k 然后还是这个树杠要小心 看这个树杠要小心 然后再往下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创建了啊 你你你一会儿做练习的时候啊 你直接就创建一下 啊 创建一下 哎 这边有一个子目录的情况哈 我刚才是一个目录里边直接两个文件 那假如说你这里边 你这里边这个还有子目录 假如说你这里边还有一个subr configure的一个子目录 然后你这个子目录下边有两个配置文件 然后你 你指定目录 创建名为configure4 这个意思啊 就是configure的下边原来是两个普通文件 里边直接是内容 现在里边有了子目录 啊 结果发现和上面没有子目录是一样 只会识别其中的文件 忽略子目录 说你有没有子目录 存到我们configure map里边的数据 是没什么区别的 就你放在哪个子目录下边 就这个意思 最后一种 最后一种是事先写好 configure map的压谋文件 之前要么就是直接使用命令 用参数去创建 第二种呢 就是调用文件 第三种调用目录里边的文件 然后第四种呢 我们是直接写压谋文件 直接写压谋文件 把你向存储的数据 直接放到date下边就ok了 直接放到date下边 好 在你放到date下边的时候 我们date下边可以存储 多个建制队啊 每一个建制队的k 就表示一个文件的名称 是不是啊 就这就不一定是文件哈 不一定是文件 总之在我们这边是以k的形式出现的 是不是啊 你看他这儿 有个特点啊 如果你这个k的值特别短 你可以不换行 不换行就不需要写这个 这个书线 如果你如果你这个值非常长 有好几行 你看你就要写这个 写完这个之后 下边是你 是你的这个多行 数据啊 这两种是不一样的 这个书线绝对不能去掉 然后在这儿你也不用加书线 这种放在一行的 这个能分得清吗 什么时候放书线 什么时候不放书线 啊 好 然后接下来直接创建 创建好了之后 结果啊 跟你亚末文件里边 结果是一样的 你看你本来就是输出成亚末 好 跟你写的是一样的 你写的是什么 这就是什么 好 然后 查看给背肩卖吧 的详细信息 discry吧 这个详细信息 查看的结果和这个压末文件 没什么太大区别 你看我们上边这个 这个可以背肩卖吧 的详细信息 盖的换成discry吧 就这么点 还是 data数据 这是k的名字 k的值 只不过就是展示方式不一样了 展示方式不一样了 其他都一样 data data下边用双等 用等号来分割的 一直到这 然后这边这个k的名字和value的值和value 是用这种单横线分割的 上面是调用哈 接下来是使用 接下来使用 使用的话方式也比较多 比如说你一些比较短的 什么user啊 password的呀 我们可以直接就做 把他们做成环境变量 也就是说你通过去使用环境 环境变量的方式去使用configure map里边的数据 直接传给pode 然后另一种呢 通过在pode的命令行下运行的方式 在pode的命令行下运行的方式 然后第三种使用圈挂带 使用圈挂带 你还记得咱们secret是一种圈吧 configure map也是一种圈 你当然可以通过圈挂带的方式 来使用它 我下边有例子啊 那它怎么用呢 这是一个configure map 这是一个configure map 然后如果你想 我直接给大家做一下子 咱们上边不是有已经定义好的configure map吗 那出现一个新的吧 无所谓啊 我们叫指定的配置 谁啊 渔方涛 七成 啊 崔宇强8k 初级运维稿 你看那个 反正你你学的好和学的差确实区别很大啊 那学的好的找那个工资基本上都是一万二十三一万三四的 学的差的 基本上就是七八千左右 七八千左右 你看那个七八千和一万二十三差五六千 所以你还是好好学习吧 啊 好好学习 我就说学习永远都不稳 啊 学习永远都不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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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创建了一个非常短的 configure map 非常短的configure map 名字呢叫configure map 是存在default这个名称空间里边的 然后数据 这是数据里边的k 这是它的value 随便写的 这个k呢叫special.号 然后这个k呢叫做special.type ok就这么创建好了 那创建好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各种使用 通过环境变量的方式去使用 通过环境变量的方式去使用 然后你如果想通过环境变量的方式 我们需要用到value from value from 首先value from 你看这个value是值的意思 是不是 然后from呢是不是从哪啊 从哪 实际上就是从哪获取值 能理解吧 从哪个地方获取值 那我们从哪个地方获取值啊 从一个configure map里边获取值 你只需要指定一个从哪个configure map里边获取值就ok了 能看懂这意思吧 那你看下边这个 这边有个value from value from 就是从哪儿获取值啊 啊 用configure map kref 去调用你configure map里边的k 啊 首先这是你调用的configure map的名字 这是那个configure map里边你想调用的k 好我我把这个值调用过来之后给谁复制给上边这个变量 这就是你post里边运行的环境变量 这个地方怎么理解啊 再说一遍 首先 首先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些东西的设置是在一个叫做env的 属性里边去设置的 那么这个env呢是专门给容器在容器内部设置环境变量用的一个关键诈 比如这个是专门用来设置环境变量的 好 下面呢 每一个杠内部定一个环境变量的名字 每一个杠内部定一个环境变量的名字 啊 那你有了名字之后是不是该有value啊 啊 正常情况下如果你不使用这种configure map啊 或者是secret啊 你可以直接写个value冒号后边给值 name value 啊 可以直接这么写啊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要从别的地方获取这个环境变量的值啊 啊 那你从哪获取啊 用value from去定义 定义获取的地方 好 然后configure map configure map 是我们之前定义好的一个web 一个volume 啊 投射数据券 然后它里边的k关联 我就说你要是能认识这个单词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一看就看明白 这个是references references 有人认识这个单词吧应该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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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他念的是 但是他写的是 可能念成 算了无所谓 我们这个单词 我们经常看到的 这个单词经常看到的 REF 简写REF 查阅参考 付参考资料 给书付参考资料 这个东西呢 我一般都把它翻译成 关联 我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关联的意思 为什么我 我对这个词非常熟悉 因为当年在玩 MySQL的外件的时候 费了老大的劲 MySQL里边是不是有 主件和外件 那个外件呢 外件里边就有一个 references 到哪个表 就关联到哪个表 关联到哪个表 然后 就是这个单词是之前玩MySQL的时候记住的 所以你看你在学任何知识点的时候 都可以记点单词啊 这些单词都是通用的 好 这意思就是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值来源于哪 这边有一个关联 关联 关联 关联到哪个具体的 可以飞干卖 里边的哪个 K 完了 然后拿到他的K 拿到他的这个这个指定的这个K的Y6之后交给这个环境面量 没什么难的吧 我们去创建一下哈 随便创建一个 我这些东西都测过的哈 你完全可以直接复制粘贴用 好 这个 这个内部的名字 我改过了 改成KinvigorMap了 这个也是 环境变量的名字 你是不是可以随便写啊 环境变量的名字随便写啊 一般在系统里边设置环境变量 我们都让他大写 这个大条写无所谓的 首先哈 我就这吧 这边这个内幕 OK就这样了 我直接去创建这个po的哈 啊 等会儿 我再问一个 现在我这个po的的创建 你有没有哪个地方看不懂 这个地方 任何一个地方都都得需要你看懂哈 任何一行都需要你看懂的 你不一定背着写啊 但是你看到这个东西都得看懂 创建 有看不懂的地方吗 没有 是不是 秋香 嗯 行 那我们保存一下啊 库巴西天阿罗 阿普拉 杠阿富 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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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po的我们直接连到这个po的里边去 看看那个po的里边的容器里边是不是有我们设置的那个变量 是不是 如果有是不是就相对相对于就说明你这个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直接 库巴西天阿罗 exe c 缸 i t b 下边的bash 然后中间 这个最烦的是他他他他需要把这个写到后边 对需要写到你的po的后边 要是能写到前面就好了 好就这样直接进去了 嗯 没闹 啊 这这这这这不要写这个这不要写这个直接写po的名字哈 直接写po的名字 好进来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ngx的容器 然后里边有没有咱们设置的那个内幕环境变量 哎 是吧 还有那个pass 哎 这是我们 在这设置的这两个环境变量的值啊 其实就是调用的他的k 在哪儿调用的他的k 在关联变量值的时候调用的他的k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好 然后下边 这又一种使用方法 通过envfromconfiguremaprefname使得configuremap中所有的keyvalue 都自动变成环境变量 自动变成环境变量 好那既然你要让他自动全部都自动变成环境变量 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去指定环境变量的名字了是不是 刚才他们是单独的指定的环境变量的名字吧 这个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去指定环境变量的名字了 环境变量的名字呢 直接去使用你定义的这个k的名字 就是你在上边 你看你看我们在上边定义 keyvalue keyvalue 当时我们在定义成环境变量的时候 他直接使用这个k的名字 直接使用这个k的名字 当做环境变量的名字 提到这个openstack openstack 大家提到了这个东西 你不要怕 怎么说不用怕 因为openstack的部署呢 全部都是按官方文档 比p1s二进制的部署方式还简单 他只不过是步骤稍多 不是稍多 不是稍多是好多 对就是步骤步骤很多而已 里边难的地方也就里边的网络 也就里边网络比较难 因为他网络模式比较多 后边后边 后边花时间给大家说说openstack的事 10号之前还有好多天呢 10号之前还有好多天的 是吧 KM一两天足够 他们看的调优是吧 那个一会就足够 OpenStack也一会就足够 我们OpenStack ProMuse 我确实整了好长时间 但是你们呢 你们那个就太快了 就跟我现在讲这些东西一样 我整的时候我是一点点的 我首先我要 我要找文档 找文档之后我要看懂它什么意思 然后我还得做实验 我得测试它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每一个知识点都花好长时间去整 小事 我还自己记着呢 行 然后 看这个啊 自动变成环境变量 你既然自动变成环境变量 就不用去指定那个变量的名字了 你看那边直接用了一个env from 没有用那个env了 原来用的是env 现在直接是env from env from里边直接就是 configure map关联 关联到哪个configure map里边去 这样的话啊 你这个configure map里边 所有的key value全部都会变成变量的名字 变量的值 k会变成变量的名字 k的value会变成变量的value 这能听到吧 好 这下边下边是个例子啊 下边这个例子 然后再就是在启动命令中引用 在启动命令中引用 这在启动命令中引用呢 用的特别少啊 所以这个我连测都没测 这个未测试了解 是我自己写的啊 我写的 这个就算了 好 接下来 作为volume挂载使用 哎 这种方式也是常用的 跟c 呃 跟那个secret 一个意思哈 我们在使用他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可以先定义一个volume 这个volume定义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啊 给这个volume定义一个名字 啊 然后 他的卷直接去使用configure map 使用哪个configure map 使用这个configure map 你上边上边这些容器 想去想去使用这个configure map里边数据的时候 你直接去volume mount去挂载就行了 挂载谁 挂载的这个名字 必须要和你下边电影的volume的名字一致 这样的话就表示你挂载的是这个卷 挂载到哪去 挂载到哪去 等你挂载过去之后 啊 等你挂载过去之后 你看看 你进去看看里边内容 进去看看里边内容 这里边就会有什么 catch our host catch our port catch our prefix matter cnf 啊 然后这些东西来自于哪啊 这是文件哈 挂载到你的 po的容器里边去了之后 这是文件 你看这些文件的名字 看这些文件的名字 bellion 了吗 以上 我以后 这个 我以后 也可以 我以后 重咨 你 有点 咱们 这道 试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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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文件的名字 我上边 我上边这个举的例子 跟这个不一致 但是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明确 很明确 这些文件的名字 就是你那些K的名字 就是你定义的品费根 Map里边的K的名字 然后这些文件的值呢 就是那些K的值 就是那些K的值 跟你昨天的Secret是一样的 好 同样的道理啊 你之前 你说你不想用那个K的名字 作为 作为这个 文件的名称 然后你也可以 去改变 这个文件的名称 用aterm aterm 你原来K的名字 叫 m.cf 那我现在呢 我给它改成 my circle -k 原来叫 catcher host 啊 我现在改成 catcher host 就是你原来是下滑项 我现在改成 这个 链字符 就是你可以用aterm 去改什么呢 去改K的名字 用aterm 去改K的名字 还有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你configure map 你configure map 已经被某一个po的被调用了 被某一个po的调用了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configure map给删掉了 再说一遍哈 你已经定义好的configure map 被一个po的调用了 但是这时候呢 你把configure map删掉了 首先这种情况下 我们已经调用 configure map的这个po的呢 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但是 如果你在做这个po的的时候 是以副本的形式出现的 这个po的 就是你做的是deployment 你做的是副本 那我们副本有个什么特点 一旦你把这个po的删掉之后 他是不是会重新创建新的po的 这时候他在重新创建新的po的的时候 他会创建的跟原来一模一样 你原来是调用的这个configure map 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 好 这时候就不该报错了 所以你configure map在删除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哈 一定要小心 下边这个备注写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 然后 然后再就是我们这个configure map呢 并不是说你创建好了之后就不能改了 configure map的内容也是可以直接改的 它的内容可以直接改 改完之后 改完之后 咱们去调用那个configure map的容器或者是po的 里边内容也会同步更新 我这边有方式哈 可以用 cuberctl edit去修改configure map 修改之后 po的内部的配置也会刷新 好 下边还有下边就是更细节的 更细节的配置哈 它可以为 你configure map挂载进的volume 添加subber subber path 这所谓的subber path指的是子目录的意思 是不是 指的是子目录的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默认情况下 默认情况下 你volume mounts的时候 你是挂载到一个统一指定的目录下 挂载到一个统一指定的目录下 你比如说这个叫tmpmy 这个叫tmphost 然后我们可以用subber path 去指直接指定你挂载以后的文件名称 直接指定你挂载以后的文件名称 就是在你的po的里边存在的文件名称 这种东西比较简单哈 热更新这个说过了 热更新说过了啊 你你的configure map改过之后 它会自动更新 configure map的东西就完事了 好 然后 然后下边的这个downward和service account downward的东西 当外的东西跟configure map一个意思哈 一个意思 但是呢 用法不一样 用法不一样 它是反过来 用来获取我们po的基本信息的 类似于unseable里边的setup模块 unseable里边的setup模块有印象吗 有印象吗 好 你只要能想得起来unseable里边setup模块 是不是用来获取 用来获取被操动的机器的基本信息的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这个downward的 downward的 是用来获取啊 是用来获取啊 你现在创建的这个code的基本信息的 这个单词本身好像 下降的向下的 down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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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了个去 这 downward 他的意思啊 我们可以用这种东西啊 获取pode的基本信息 可以获取pode的基本信息 你获取到了之后干什么用啊 你可以在你的容器内部使用 啊 就这么个意思 嗯 同样 同样也是 可以 把它做成环境变量 也可以用那个volume挂载的形式 你做成变量之后 到时候你在调用这些信息的时候 直接去调 直接去在 直接在你的容器里边使用 dollar变量的名称就行了 是不是 然后volume挂载呢 还是 把你获取的pode的信息呢 当成一个文件的内容 存到我们的容器里边去 跟刚才的configure map 那个volume挂载是一样的 我下边举了很多例子啊 我我们 现在时间不多了 但是这一块东西呢 我经过我们的secret和configure map的这个讲解 我估计啊 这个东西你也不会对它有什么恐惧感了啊 其实就是你没做过 做过了之后很简单 看我们这儿哈 首先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一个pode 我们现在是一个pode 好 然后这个pode的定义里边呢 pode的定义里边 有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的名字是这个 用的镜像是endix 然后执行一条命令 叫env 执行一条命令叫env 好 然后紧接着 它去设置环境变量 是不是 设置环境变量 这是第一个环境变量的名字 第一个环境变量的名字 叫做pode内幕 它的意思呢 它想在它创建的容器里边 创建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值 是我们当前运行的pode的名称 然后pode的名称从哪来 volume from field refer 就关联一个字段 关联哪个字段 关联metadata.name这个字段 metadata.name是从哪来的 matadata.name 是从你当前运行的pode 随便找一个pode啊 getpode 随便找一个pode 你每一个pode的定义里边 是不是都有原数据 你看到你的每一个pode都有什么 都有metadata 是不是啊 metadata里边都有一个name 好 合在一起就是metadata.name 能看到吗 那metadata.name它的值是不是这个值啊 好 你在我们download里边想获取pode的值 那就是这么获取的啊 那好 那如果你想获取这个pode的name space 你怎么获取啊 metadata.name space 好 如果你想获取 这边 这边我们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我们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pose 这儿 看它的上一集是什么 是不是啊 它的运行状态 这是它的生命周期 或者运行状态 它的上一节就是staders 那我们想获取它的话 就是staders.pass 是不是啊 OK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啊 你想获取它的pode的ip 那你就staders.pass pode的ip 你看我们运行状态里边是不是有pode的ip啊 运行状态里边是有pode的ip的 对不是这个吗 对不是啊 好 你想知道它的staders.name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创建成功之后你可以去里边查看 然后这是第一种方式完了 第二种方式就是汪流木挂载的形式 汪流木挂载的形式无非就是获取到那些信息之后啊 以文件的形式存储到我们的容器里边去 能看懂什么意思的吧 下边是给大家把常用的这些呃这些关联字带呢 给列举了一下 这就没什么东西了啊 没什么东西了 然后这个service account呢 这个东西啊 不是让大家去做的啊 不是让大家去做的 是让大家去明白这个玩意儿 你要知道service account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在做各种 在做各种 在做各种 tipas的应用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service account的 是用来设置权限的 啊 用来设置权限的 呃明天呢 今天下午我估计 两点的时候就业老师就会过来啊 还是那句话 最近的就业课是非常重要的 啊 你那个 你一定要好好听 你别别去拿那种 已经人家已经在课上讲过的东西 再去翻人家 你想想他一个人对那么多学生 你最好是你要想问问题 问人家没讲过的 所以就靠你上课好好听 有什么意思的吧 他讲过的东西 你就记一下子 我看有同学就一直在这发带 等听着 完之后第二天老师讲的什么东西 全都忘了 你最好别的不玩啊 service account的概念 明天咱们再说 而且 呃明天呢 明天我们会去 呃 做个应用吧 比如说我们部署个大叔的 因为大叔的这一块就会用到service account 你看他是怎么用service account的 其实就是一个调用 看到没有 就调用了一个service account的名字 但是在调用那个service account之前 他做了很多事 什么service account的账号的 创建 角色 然后角色绑定 然后最后你才能去使用这个service account 是什么 行了 行了 不说了啊 今天咱们先到这儿 我给他找到这儿 就是系统